女王之称的赵丽颖将加盟齐2018跨年晚会,据悉,这也是赵丽颖首次携手江苏卫视跨年晚会,而自从荔枝台官宣这则中报消息后,网友们便纷纷开始猜测,12月31日当晚,赵丽颖将以怎样的方式惊艳出场。 作为当今娱乐圈最受观众追捧的当红女星之一,赵丽颖的一举一动自然备受媒体的关注,而经过数年的艰辛打拼,丽颖也如愿加入收视女王的行列,成为不折不扣的人气女王。 在即将结束的2017年,由赵丽颖,林耕西领衔主演的电视剧《楚桥传》播出后,更是掀起一阵收视狂潮,而电视剧热播的同时,也让英宝的人气再次暴涨,因此当江苏卫视宣布赵丽颖将加盟齐跨年晚会后,立刻便引来大批丽颖粉丝的围观。 如今距离2017年12月31日,仅剩下10天左右的时间,有些观众似乎已经迫不及待,纷纷猜测跨年夜当晚,赵丽颖将以怎样的方式经验出场,而有求必应,近日就有网友列出三种赵丽颖可能出场的方式,唱歌,客串主持人,与吴亦凡合体现身。 众所周知,赵丽颖虽然贵为人气女王,但是她自成名以来先少在公开场合,展示自己的演唱功底,而即便是赵丽颖的铁粉,估计很多人也至今未看过丽颖唱歌的视频, 因此如果今年的跨年晚会,赵丽颖能够首次登台现场,自然能够吸引大批粉丝的关注,而如果丽颖继续保持低调不愿意斩歌喉,那接下来她就很有可能去客串一把主持人的角色。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,12月31日当晚,赵丽颖与吴亦凡两大当红明星合体现身,而网友的这种猜测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。 首先,赵丽颖和吴亦凡是非常要好的朋友,两人同台现身,一定会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。 其次,在去年吴亦凡与周华剑大档现唱时,就曾取得相当不错的收视和话题。 因此今年江苏卫视很有可能将故技重施,而对于网友列出的以上三种照片,